来 大夫 我想问一下 曲折 曲折他在哪个地方 曲折刚写的 您任他家属吗 不是 我是一名心理医生 他妻子是我的病人 他在三零六病吧 三零六 对 谢谢 谢谢 你得好好休息 林医生 林医生 你别说了 我都明白 该做的 你也都做到了 别太内疚 宛如 我知道 我知道 在你心里边我不是什么优秀探员 可是这个房间的上上下下 我已经全都仔细地检查过了 我不相信我会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而且我是有起码的分析能力的 宛如 我觉得你是想多了 宛如 你要是没有什么发现的话 不用勉强 真的 你不是吴迪的 汤林在看到自己丈夫自杀之后 第一反应应该不是自杀 而是取消救护车 你说得没错 可是她是一个精神病人 你不能用强人去推测她 这的确可以解释 但是 这并不是唯一的必然答案 这是强力镇定剂 如果没有正规医院的处方式 绝对不可能拿到的 而且每次只能开四天的剂量 这两包 每一包都是四天的剂量 而且是同一个人 在同一天 在同一家医院里面开到的 那么这些药是哪儿来的 小美 我希望你明天跟小雪 去再找曲折谈谈 我跟陈涛去精神病院 查看一下药物的来源 小雪 我并不是想毁掉你 这真情的信仰 我只是 只是不希望你相信的东西是错的 好吧 我知道了 你也是为了我好 宛如 你有点过了 我认为了 你也没有想过 你现在过来 你不要这样 我根本有什么事 你会把你打开 你再给你 我感觉 我必须 你 我 汤玲的治疗一直是由我来负责治疗的 因为 她的这种病是父系遗传的 据我所知她的父亲还有姑妈 都是死于这种病的病化症 那也就是说 汤玲现在已经出现了 那种由于精神疾病引起的全身内分泌失调 导致的脏气衰竭是吗 当时我觉得她的情况还比较乐观 虽然发病频率越来越高 但是我认为短时间之内 不可能会出现那种脏气衰竭的局面 医生 麻烦您和我这位朋友说 这种疾病在医学上 到底是不是根本就无法根治 除了药物治疗以外 精神分析这样的治疗方法 也是完全没有作用吗 她很懂啊 当然呢 我也对她尝试过催眠 但其实这种病啊 是一种染色体的变异 精神分析是完全无效的 我这么跟你们说 就我们现在的这种医疗水平 医疗能力来说 这种病无法治愈 只能控制 匠林怎么能这样呢 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病情 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这也太自私了 没有耳朵 能不能别在什么地方都说话 这么难听行吗 匠林呢 他当然知道自己不能结婚 他丈夫也知道 我为这事也劝过他们俩 但是他们俩不听啊 偏要紧 所以说 真爱才是这世界上 唯一无法根治的顽疾 不对吗 动我干嘛 我就觉得这是个课题 拿出来大伙儿聊一下 你不愿意听就算了 医生 您看一下 根据这上面的记录 汤林最后一次到您这儿 就诊拿药 应该是在六月三十号对吧 嗯 对啊 那为什么你又在七月一日那天 给他开出了强烈整定机 而且一开 就是最大剂量的两份 七月一日 不可能啊 七月一号他没来过 我这儿有救诊记录都有 你看 七月一号 有吗 有汤 也好 如果这个药方不是你开的 那就是有人伪造的 然后自己去药房拿了药 陈涛 我们可以走了 等一下 医生 是这样 我有一个私人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 他总是愿意对身边的所有事物进行质疑 而且在这质疑的背后是那种极端的自信 在我个人看来啊 不管是质疑 还是这种自信 都是带有一点点病态的 他有病 所以说我觉得您有时间的话 可不可以跟我这位朋友好好聊一聊 让他别这样 你看看 他是不是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疾病 或者有没有这种早更的可能 你回去跟你的朋友说 就说我说 不管是对待什么事物 只要是一种极端的态度 极端的自信 那就是病 得是 拿一个 两 谢谢啊 多拿两张 多拿两张 不是 给我打电话啊 曲折 你好 对 小雪 我现在相信你说的话了 喂 文竹 小美 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是不是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次为什么 我会盯着这件事情 紧紧不放 我只是觉得 这件事情没有你们想的 那么简单 是要相信你的 决定回来 好了 就这样了 好 什么呢 许哲自己撒造了药方 在七月一日 拿走了一倍量的镇添剂 药房的大夫 因为他是熟人 却没有检查 所以直接拿给了他 那能证明什么 有两种可能 第一 一 曲折的确是陈紫沙 第二 他想通过长期服药 来增加自己服药 我就抵抗了 就是抗抗性 OK吧 你的分析非常的精彩 但是就算是第二种 可能性不放 你能证明他吗 我会想着这个 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醒来以后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也不知道自己 是活着还是死了 我懂这种感觉的 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说话 可是你也不要想太多了 你还活着呢 但是你老婆死了 你说什么呢小美 这个感觉她知道 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一个人 逼死自己老婆 是什么感觉 更加不知道 那个以为 跟自己丈夫同生共死了的 汤玲是什么感觉 说真的 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 一个人死了 那汤玲怎么办 你这样他病是治不好的 你忍心留下 他一个人活受罪吗 你这就叫很爱汤玲 你闭嘴 小美你别说了 差点死的感觉是什么 汤玲死了 你敢再死一次吗 曲真你别听他胡说 你没死是因为汤玲 汤玲不想让你死 他想让你好好活着 是 因为你知道 如果你死了 汤玲一定会殉情 你根本就不被当心 他会受罪 这一切都是你安排 对不对 所以 你伪造了药方 拿了两份正经机 加强自己的药效 这样救护车就可以 及时赶得来救你 就是连救护车也会 立即您好 mund放屁 波尼 摙托 很丢 冷静 冷静 下手真狠 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扶着 我们可以到此为止了吗 好 万秋 我觉得我们也差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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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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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